監視器畫面拍下年輕男子搭上排班計程車 說要到來異鄉的山區道路 沒想到一道偏僻產業道路 居然攻擊司機搶走一萬六千元 司機回想起來還心有餘悸 地點就在屏東來異鄉 年約七十歲的計程車司機 二十九號下午兩點多時 再到一名男乘客 車子開到產業道路 男子居然拿電落鐵槍當武器 操司機頭部打下去 還把錢搶走 司機頭部汗手等多處撕裂傷 只好忍痛開車回程 遇到民眾趕緊幫忙報案 男子搶完錢人躲在山區公寮 還是被警方地毯室搜出來 倒霉的計程車司機開車載客人 還碰到客人搶錢辛苦錢實在難賺 藉章春華屏東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